酸汤油肉要怎样煮 菜又冷又滑又入味 可能很多人第一步都搞错了 分期付款的黄油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很多人眼油肉走起来都喜欢放一瓢烟吧 其实是错的 正确的方法是放点鸡精和生抽条纹 老抽上色 胡椒粉取芯 一斤油肉二两葱姜碎取芯真香 轻肉质水分全部洗干 每天都在用心的加入菜 能不能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杏子吃一下 非常感谢 放半个鸡蛋清抓拌均匀 不要以为鸡蛋清越多越好 多闹其实反而尚不温分 再放点干生粉抓拌均匀 最后再放点酥油锁住水分保持嫩化 以后你家里面不管是吃啥子油肉 都想我能够腌一下 它都不得翻车 起锅烧油放入姜葱串 炒出香味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一小包金酸汤调料 不用炒酱也不用调味 让新手也能煮得出拉手菜 再次烧开放入腌好的油肉 刚开始下锅不要去动它 等到完全烧开 再用筷子轻轻的炮凉哈 做到完全变色 都可以捞出来装弯了 再淋上锅里面的酸汤 撒点葱花 清红辣椒 简单的炸个油 这样煮的酸汤油肉冷化入味 还非常下饭 喜欢的干净蒸来搞一下